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全靠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 一直保护我们 大家可以当免疫系统 是一支守护我们健康的军队 它由很多白血球 White Blood Cell 组成 专门对抗外来病菌 Bacteria 的入侵 令到我们没有那么容易生病 有医学研究指 健康的免疫系统 原来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 成功阻挡大约300次感冒 还有其他疾病 只不过 免疫系统都会有脆弱的时候 特别是身体不够休息 腸胃不舒服的时候 病菌就有机会成虚移入 免疫系统被攻破 我们就会生病 免疫系统 是由几百万个白血球组成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一滴血就已经有大约 20万至55万个白血球 可想而知 我们体内的白血球数量有多少呢 刚才说过 免疫系统是一支防御军队 而白血球就是军队里的士兵 他们负责在体内不断巡逻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外来病菌 想入侵身体 当白血球发现有病菌的时候 就会立即启动身体的防御机制 召集士兵赶去现场 和病菌打仗的啦 其实白血球是由两兄弟组成的 他们分别是吞噬细胞 Fagocytes 和淋巴细胞 Lymphocytes 两兄弟肩负起两条健康防线 吞噬细胞是大胃王 负责吞噬并且杀死外来或老化的细胞 而淋巴细胞就是记忆王 它会记下之前所有病菌的大概资料 然后会找回战斗力更强的士兵 去消灭相关病菌 说了这么久 究竟我们怎样才知道 免疫系统在运作呢 举个简单例子 在炎热的夏天 我们经常都会被蚊钉虫咬 导致皮肤红肿或者痕氧 这些全部都是重要的信号 就是身体告诉我们 免疫系统正在和病菌打仗啊 孟静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